关于虎丘剑池呢,是有很多种说法 为什么把他做的剑池呢? 这种说法是因为它这个形状很像一把宝剑 二种说法是说里面呢,埋造了很多的这种宝剑 那虎丘剑池,可以看一下,墙上面还有很多的这种模样式刻 因为有很多的文人墨科过来,都是为了探寻这个汪,合理它的目的 探寻它是不是真正在这个虎丘山这边 那我们说1956年的时候,就由国家政府过来寻找 那发现它之后里面呢,发现这个湾河里的目的正是在前面 看到没有,前面有个石壁,湾河里的目的就在前面 那我们待会呢,到上面去看一下 上面啊,下面看得更清楚,好像一把宝剑一样